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起色彩布局呢 很多人会问 说在色彩的应用 比如说我家里面喜欢红色可不可以用 喜欢绿色可不可以用 这些都有什么样的禁忌 其实啊 除了风水以外 就算在室内设计的环节当中 这个色彩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因为色彩它可以代表很多很多含义 在之前的章节当中我给大家讲过色彩 比如说它可以代表重量 还可以代表时间 甚至可以代表这个密度的大与小 潮湿与干燥等等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所应用的室内设计也好 使用的风水也好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点 就是说 根据我们家里面所有业主的职业来调色彩 调色彩布局 这是最便捷 最实用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很多人在调色彩的时候 忽略了职业 比如说每天面对的是电脑 用眼过度 那在家里面使用的这种色彩 显然是绿色要多一点 那它跟它的职业是有直接关系的 比如说我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除了职业以外 根据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区的人也有关系 那东方的人对于红色 它是代表喜庆 代表吉祥的颜色 西方国家的人 大部分都是拿红色 代表一些很恐怖的 很血腥的一些含义 所以说如果你给外国有人 国际有人做室内设计 调色风水的话 那我建议要考虑一下它的民族 家乡的风俗习惯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说在色彩的布局当中呢 我们要综合地去考虑 作为一名室内设计师来说 在考虑前期的室内设计过程当中 色彩起到的风水作用 因为不同的色彩给人的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旦起到了负面影响 我们也称之它为风水不好的这种过程 那排除这些风俗习惯啊 民俗习惯以外呢 还有对色彩影响的 那就是方向 在这里面我不讲八个方向 我只讲四个方向 也就是东南西北 比如说在正南方 我们通常是把南方属于阳光充足 我们把它归纳为五行属火的位置上 最简单的思维就是说 用火克制的物质代表着色彩来布置 火克金 那金的代表色彩为白色 比如正南方阳光充足的地方要使用偏冷的色彩 这样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正北方没有阳光 我们要多用暖色 红色这种色彩去调节空间 而东方呢 东方属木啊 大家看啊 木克土 多用黄色 土的代表色彩是黄色呀 木显然啊 是生机盎然的这种一种色彩 代表生命 也就是生命色 很多人把它定为环保色 有木 我们需要有土去协调 因为生机过旺 就需要有土的色彩去平衡 所以说 正东方呢 我们需要有这种中间色去调和 也就是说 麦色呀 黄色呀 暖色 偏暖一点的这种很安详的这种色彩去调和空间 会使整个空间变得很和谐 正西方属金 它所克制的物质呢 是什么 是木 一片产白的情况下 金是代表白色 对吧 它克制的木 反而是代表生机盎然 对吧 比如说 调和整个空间是用什么颜色呀 是用相互克制的颜色去调和 能把这些小的常识理解透了以后 在你们自己的家里面 去按照这种规律去布置 即使是不懂室内设计的 不懂风水的 我相信也不会布置错了 好 这节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好 再见